天氣熱人手一杯珍奶消暑又療癒 但走在路上要小心被珍珠攻擊 因為竟然有人拿珍珠當武器 忙碌隨即捨人 9號下午2點多女大聲 從西門町出口出來 6號出口要往1號出口的斑馬線上 突然她覺得被不被射擊 當下以為是車禍發生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珍珠 衣服左肩背上各一顆珍珠 結果回家洗澡 頭髮裡也抓出一顆 天文一出意外引發熱意 有人說前兩個禮拜左右 就在西門町過馬路 走到武昌街也被射珍珠 更早在去年12月 也是在西門町被珍珠噴到 衣服和頭髮都有 西門派出所透露 11號確實有人被案 被珍珠攻擊但飛女大聲 代表受害不止一人 而隨意吐珍珠到別人身上 可以依照社違法第91條 巫師他人的衣著或物品最高法1500 街頭上演珍珠射擊戰 警方已經調閱相關監視器 要抓出噴煮怪客 記者黃毅俊成進行台北 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 指車 中文字幕——YK